順便就補充一下 因為在證照考試題的第1、2類 第一類跟第二類 實際上就是我們上上禮拜講的課程範圍 只是說這個題目裡面的話 它主要是好像第一類 我覺得最難的地方應該是格式化的輸出 所謂格式化輸出 我們前面講過 就是你可以用person 做格式的分割 或者是說你另外還有用一個 我們在原則白板裡面 這個第2類 基本語法跟結構控制 底下我在最下面有補充一個就是format 那其實這一類裡面 最重要我想最困難的應該就是 你要了解 如何利用python裡面的那個自創格式化 那最重要就是那個 利用什麼format這個函數 幫我們去做一些格式化的動作 那比如說的話 我今天格式化小數點的第2位 它的格式就是一個什麼 大瓜糊有沒有 還記得吧 大瓜糊 然後呢 冒號 點2f 它格式化出來就會到小數點第二位 也就是你如果給它一個pi的話 它就會支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那如果第三位 第四位其實由這個數字來決定 f的話指的應該就是float 就浮點 也就是你要把這個東西格式化成這種 前面這個有點像格式化的一個規則 你要把這個規則稍微記一下 這個規則怎麼產生的 其實不是我做的 所以有些地方你可能要把它記起來 熟練它就ok了 另外的話呢還有什麼呢 其實比較常用像補幾個零 補幾個什麼東西 或者是說呢你今天要做什麼 向左向右對齊的話 比如說靠左對齊 靠右對齊的話 中間對齊的話有沒有 它也可以做類似的格式 所以formate 當然不只是說做那個小數點第幾位 它還可以做那個像有點像Excel裡面的 靠左靠右跟至中對齊的這個效果出來 那首先的話呢當然我們針對formate這部分 因為這個目錄裡面的第一類就是考這些啦 所以我們就是取那個其中的 第102題來看一下 所以102題的題目其實也是在雲端白板裡面嘛 你就找到那個 其實就找到這個雙數好了 雙數裡面的這個 第一類你打開來 那題目就在這裡 所以未來你可能要慢慢習慣這個 它題目的敘述 那未來的話呢 它會在那個根木屋底下會給你一個檔案 就是那個什麼呢 PYD102.py 那這個檔當然你就是要把它打開 未來其實如果考試的話就把它打開了 打開之後的話呢 然後最後另存新檔就把這個D 改成A就可以了 要存在它指定的目錄裡面喔 所以未來題目裡面會告訴你存在哪 記得好像就是C點底下的那個什麼 ANS ANS.CSF還是一個目錄吧 你就給它找到那個目錄就OK 那裡面的話它希望怎麼樣 這個它說設計說明喔 請寫一個程式喔 然後呢 輸入四個分別含有什麼小數點 1到4的伏點數 OK 然後呢 做什麼 將這四個伏點數喔 以什麼藍寬 特別是藍寬7 然後呢藍與藍間隔喔 用一個空白字元 中間要加空白喔 那每一列的話呢 必須先列印靠右對齊 一些相關敘述 我想自己看一下 輸出的結果就要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OK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程式寫完之後 你就輸入這一串 得到的結果如果下面這個的話 那表示你就已經得分了 輸入這個 結果是這個的話 那表示你就已經這個分數就拿到 那特別注意喔 他那個雖然是用電腦評分的 但是呢 他程式沒有硬性規定說 你一定要怎麼寫 只要你結果是對 符合他的需求的話 他也會給你 對這個滿分喔 OK 不是有標準的寫法 OK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已經寫好了 寫完之後的話 我來試一下 比如說我把它執行好了 執行之後的話 如果你怎麼知道 你這個最後的結果是 你可以拿到那個滿分喔 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執行他 接下來的話 因為這邊input的後面裡面 我們沒有放任何訊 所以他變成好像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輸入 執行完之後的話 我就輸入23.12 然後enter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就是已經輸入一個到N1 再來的話呢 395.3 比如說照這個上面的訊息 再來就100.4617 再來就是564.329 假如說我全部輸入完了 他就分別幫我把這四個詞 放在有四個變數 N1到N4裡面 接下來的話 當你按enter之後的話 就把底下這四行跑完 就是做格式化 enter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enter之後的結果 跟下面輸出的結果 一模一樣的話 那表示說你這一題就正確了 OK 所以其實他應該了解這個意思 就是做四個輸入 然後輸出的結果長這個樣子 那你這一題就拿到 如果你是考那個進階的那個版本 就是10分 這一題就拿10分 OK 其實程式沒幾行 就是剛好八行 這裡面的話哪些重點 我們大概看一下 第一個 因為這邊他要我們輸入四個伏點數 所以四個伏點數的話 那我們就是 當然我這邊的話就見四個變數 那四個變數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input的方式有沒有 input 他就會把值丟進去 但是理論上我覺得他應該這邊要輸 請輸入一個什麼 一個數字 OK 或者是請輸入一個伏點數之類的 讓他知道 不過因為考試的時候沒有要求 你就不要沒事 說自己增加一些東西 跟你講 增加的不會有分 反而還不會過 所以特別是 我只是說跟各位講說 因為input 我們之前練習是會有一些敘述 但是因為這一題 他就是沒有 所以你有 有時候會突然論出 奇怪這邊怎麼沒有一個提示 你要記得 好 那但是input的特別注意 他就會跳 這邊可以讓你輸入 那可是問題 你input 我前面講過input 在python的三點幾以後的版本 就是輸入之後 他變成一個自串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輸入完 這個23.12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自串 那你自串的話 你要丟過來 特別注意 你可能要遇到一個 就是要轉型 如果你是輸入的是數字 那你就是做那個 轉型的動作 那轉型特別注意 我前面好像講過 你可以用什麼 int 有沒有 但是問題是int的話 它就是把你的什麼 把你的那個裡面的資料 的小數點去掉了 本來是23.12 他用int 完蛋就23 所以你要不就是用float 要不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最簡單就是EVAL 就EVALUE EVALUE我前面講過 其實EVALUE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他雖然輸入的時候 是自串 前後會加上 類似像雙引號的符號 那EVALUE的話 就是說 他會幫你把這些給拿掉 直接把這個裡面的值 丟到這個裡面去就對了 EVALUE的那個 所以其實這裡的話 用EVALUE可能會比較簡單 你就不用去考慮說 到底是int還是float 是整數還是浮點 那因為要輸入數次 所以我就分別怎麼樣 把第一次輸入之後 Ctrl-C Ctr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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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把它分別改成 二三四 這樣我就有四個輸入了 那四個輸入之後的話 待會請各位想想看 如果print希望怎麼樣 這個地方呢 他題目有提到 就是 要能夠欄寬為七 那所謂欄寬為七 就是剛好要七個字 你要空七個字下來 如果不足七個字 你就變成前面是空下來 也就有點像靠右對齊的意思 那要怎麼樣剛好做到這一點 然後這邊有相關的敘述 我想各位熟悉一下 並且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再把它做format 所以底下當然 考試的時候 這些就是你要把它寫上去的 如果你這些ok的話 那第一類過關 第二類第三類 你會發現好像有點像玩遊戲一樣 一關一關過 然後最後拿到證照 你等於是把那個大魔王給打敗了 那你最後就一個證明 表示你已經通過了 這感覺有點像玩遊戲一樣 不過我覺得 想一想我們那個有幣太厲害了 等於是第一次上課就已經考過了 就已經去報名了 就已經去報名了 這勇氣十足 可是我 但是我看到什麼 是真的 那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